印度在宗教上自成一家 世卫印度教 印度教信徒平时温顺 连外来侵略者将其灭国 反抗者都寥寥无几 但对于牛 是万万不能乱来的 英国就是因为发了牛油子弹 才惹了愤怒的印度教徒发动起义 虽然此次印度民族大起义 以失败告终 但陈仲帝打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 臭名昭著的东印度公司 也因此被撤 那么 给了印度人莫大勇气的牛 在其国内又是什么地位呢 相信大家知晓个一二三 在印度 牛拥有崇高的地位 印度流牛又被视为圣牛 蛇牛 在该国 任何对流牛不敬的行为 都可能为你招来牢狱之灾 非法宰牛更最高可判处中身监禁 在印度教徒们看来 流牛身上的每个部位都充满了灵性 常有教徒在牛面前 闲存祈福 而在印度 牛也是一些节性日中的主角 人们在牛群走过后 扬起的尘土中 下跪 并畅快地呼吸 将牛粪抹于额头 希望能因此摘染上神灵的福气 更重要的是 一点是 牛与印度的政治密不可分 一个政党对待牛的态度 直接影响了他在印度教徒中的最终得票率 所以很多印度政治人物会借牛发挥 将自己扮演成一位爱牛人士 以获取更多的选票 比如印度总理莫迪 于2017年颁布法令 在全国内禁止对牛的土改 所以作为一头流牛 生活在印度是极端幸福的 在印度 无论是街巷庙宇还是城郊野外 你都可以看见悠闲而逍遥的神牛身影 他们四处乱逛 不守交规 甚至在菜市场随意吃摊味的青菜 而摊主非但没有生气 并将此视为一种神灵的赐福 看到这里你就可以明白 印度教徒对流牛的一些影响了生活的行为 是百分之百容忍的 但可惜的是 印度并不止有印度教徒 在印度的29个邦中 多数邦无条件的禁止屠宰母牛和小牛 但可以有条件的屠宰公牛和烟牛 而在北印 西印 一些邦进屠所有汉牛 在西蒙加拉和阿萨姆邦 母牛也可以有条件的屠宰 这是莫迪在宣布禁止宰牛的2017年前 后来 所有的牛都不给宰杀了 连水牛 黄牛等各种牛 都从守陀罗提升到了婆罗门的待遇 然而在对牛进行全方位的保护后 反面的效果终于涌现了 在印度的一些农村地区 无人管制而流浪的牛群 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威胁 他们不仅糟蹋庄稼 还给当地牛奶产业 造成了严重的压力 而在牛群作恶时 农民顶多只能将其赶跑 而不敢伤害他们 这是一件违法的事 但过不多久 这些牛还会回来继续大肆破坏庄稼和生产 让印度农民们不厌其烦的驱赶 几乎达到了耐力的顶点 而这些牛为什么总是来吃庄稼呢 因为牛群数量实在是太大了 在如今的印度 牛的数量超过了三亿头 而十牛大过美国 却不过八千万头 稍微进行对比 你就可以想象印度牛是荔枝庞大 这几亿头牛 在没有人敢杀的情况下 到处又找不到吃的 所以只能跑去祸害人类的庄稼 给当地农民造成沉重的灾难 但高层却对此视而不见 因为受害者又不是他们 只要选票一直在继续 这些守陀罗又算得上什么呢 是的 事实就是这样讽刺 印度人民被自己的骄傲给祸害了 生活因此遭了大罪 为了养活这些高高在上的神牛 他们甚至不得不从孩子的教育 生活成本里抽出一部分 来做这种其实内心并不认定的活动 牛在与人争力时 他们只能牺牲自己 那印度人该怎么办 才能解决这一自相矛盾的现象呢 这只能靠他们自己了